台湾的全名美食凤梨酥 是不是稍微有一点点在退烧了吗 来看看 五十几家老店新秀 今天来了一场大PK 利用最新的手机程式 及时投票 结果网路上超人气的 芋泥蛋糕 可是打败了台湾远近 迟迷的凤梨酥 那么其实啊 现代手机的程式 真的很方便 不只能够及时投票 看看到底大家最喜欢吃的 当令美食是什么 还可以订便当 买饮料 揪团团购一次搞定 哪家伴手里最好吃 百人试吃好不热闹 吃完马上用手机APP投票 选出大家心目中的美食王 结果出乎意料 不只许多新秀打败老店 网路上超人气的芋泥蛋糕 更打败台湾最有名的伴手里 凤梨酥 永夺第一名 芋头非常的绵密 蛋糕体上面的黑芝麻部分 特选日本选购的黑芝麻 而现场的投票 最好用的就是最新的手机APP 让大家知道哪项商品评价高 不管是买饮料还是要叫便当 APP随你店还可以揪团省运费 团购啊 然后LBS的定位 知道哪边可以送啊 然后还可以直接购物 其实可以不用用纸笔 直接在上面就可以登记 手机APP这么方便 不只消费者喜欢 许多商家也看好APP的团购商机 纷纷加入合作 业者预估业绩至少成长两成 成长一二十个percent 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 因为这是未来的趋势 点餐团购一起来 难怪APP超人气 就团购物一直搞定